嗨到歇呀!相信開始邁入青手林的女孩們 一樣是女孩喔!都開始搜尋關於抗老的產品對不對 然後我自己就是越爬文越覺得 哇!抗老是不是一定要買貴婦品牌 然後一個比一個貴 但是其實只要你用過A唇的抗老產品 你就會發現哇!原來有效的抗老 不一定要花大把的錢就可以買得到 因為A唇是一個連皮膚科醫生們都會大推的保養成分 而且有非常多的實驗數據都證明他可以有效的抗老 只要有適當的使用方法然後配方好 就可以讓你明顯感受到抗老的效果 今天就想要跟大家分享網路上非常多人討論的 保拉甄選他所推出的三款A唇的保養 分別是入門的0.1% 進階的0.3% 跟高階版的1%A唇精華 那首先我先簡單介紹一下A唇是什麼 A唇就是維他命A的延伸物 是不是聽起來好像很好懂 然後他是皮膚科醫生們都大推 然後再來臨床實驗也證明是有效的抗老成分 但是聽起來這麼的棒 那是不是就狂擦狂抹就好了 不是的 因為他是可以讓你的皮膚會變得年輕細緻 所以等於說他會讓你的皮膚代謝 所以在這個代謝的期間就有可能 因為你使用的濃度太高 使用不當等等的 會造成你會有放紅或者是乾燥脫皮的情形 而且越高濃度越可能會有這樣子的適應期發生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大家都聽說 A唇很厲害 可是好像不太敢輕易的嘗試 所以呢不論是醫生建議呢 或者是科學實證都告訴你 你要用漸進式的方式去使用A唇 就是你先從低濃度的開始測試 然後感受啊體驗一下 你的皮膚對於A唇的反應是怎麼樣 然後適應之後呢再慢慢增高這個濃度 會是最安全的使用方式 所以保拉增選我覺得很棒的就是 他們光是一個A唇的保養精華 他就分了三種濃度的 從低濃度啊到高濃度 所以呢你就可以慢慢的去嘗試 你的皮膚的適應狀況 就不會說好像你會怕一個品牌 就只有出一種A唇保養 那不知道會太低啊沒有感覺 或者是太高啊一下又太刺激 那其中呢看老化A唇極效修護精露 它呢就非常的適合作為新手友善的入門款 A唇保養 因為它的濃度是0.1% 所以有效但是呢相對溫和的濃度 質地上呢它有一點像有感的凝露 就是擦起來就是滑滑潤潤的感覺 可是呢過一陣子它就會吸收到你的皮膚裡 不會有黏膩感 就變成欸滑滑嫩嫩的 對於我混合偏乾的肌膚呢我覺得很舒服 大家聽到0.1%不要覺得哇好像很少這樣有用嗎 因為呢其實呢實驗證明了0.01%的A唇就可以有效的抗老了 所以呢這款0.1%呢是讓你有效果但是同時又溫和的 而且呢我覺得這款很特別的就是它裡面呢有保濕的角砂丸 然後呢還有舒緩的燕麥啊海藻萃取 就可以讓你減低那種A唇可能對你的皮膚造成的可能乾燥啊泛紅 然後它同時也搭配了維他命C跟E來加強抗老的效果 這款呢它會把A唇呢跟抗老的成分包覆起來 然後就可以在你的臉上慢慢的釋放讓你慢慢的吸收 所以呢使用感受上是非常的溫和 然後所以它也是一個呢可以使用在整個眼周啊是嘴角的一個溫和配方 這個入門款呢我都會在化妝水之後呢直接當一般的精華使用 因為它的濃度跟配方呢是三款裡面最溫和的 等它稍微吸收之後呢然後再接續著保濕乳液就可以完成一整個保養 雖然呢它是入門款的可是我覺得它用起來效果還是看得見的 你會覺得皮膚的細緻度提升 然後呢毛孔啊兩頰這種粗大毛孔看起來比較縮小一點了 而且呢我覺得它還有讓皮膚比較好像均勻透亮的效果 雖然呢它已經非常非常溫和了 但如果你是比較容易擔心覺得你皮膚真的很脆弱敏感的話 那你就可以先兩天用一次或是一天隔一天用一次 然後觀察一下你的皮膚的感受 因為這一款對於我來說呢我覺得它是非常溫和的 我可以每天擦都不會有什麼不良的反應 所以呢假設你入門款已經非常OK了 你可以天天擦然後擦完一整罐了 接下來你就可以嘗試了比較進階款 0.3%的A醇加2%的不骨脂分精華乳 它有中濃度0.3%的A醇搭配它的黃金抗老成分的不骨脂分跟生態 可以全方位的抗老 質地上呢就像乳液一樣可以很簡單的均勻抹開啊 吸收後有柔嫩滋潤的感覺 那值得一提呢是這個不骨脂分的成分啊 它是有類A醇的功效 而且它同時也可以幫助A醇更好的發揮它的功能 所以說呢就算它原本已經是入門款的3倍濃度了喔 0.3% 那加上這個成分它可以達到5到6倍的功效 可是同時呢又是溫和的 那這一款呢一樣在化妝水之後擦 但如果有人會擔心的話呢 可以先擦一層保拉的抗氧化精華當打底 再疊這一款 吸收之後呢再擦一層包包的保濕 就是乳液就OK了 剛剛這個入門款啊有特別註明啊 眼周啊嘴角啊可以使用 但是我覺得其實進階款呢 只要你的皮膚適應的OK 眼周也可以使用的 因為呢我最初就是一開始 還沒有研究它的時候 我就欸想說我直接拿來當眼霜用好了 應該不錯 結果呢也沒有怎麼樣欸 就是眼睛呢耐受度也OK 我是三天擦一次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皮膚的那些小細紋啊 看起來好像真的比較不明顯了 但是呢當然大家就是慢慢來 不要急不要急 還是呢看你的皮膚能接受的程度 這樣慢慢去嘗試 那如果呢你連進階的都已經適應得很好 那你就可以挑戰最高階版本了 1%A醇逆鈴精華乳 這款可以說是天花瓣等級的了 有超高濃度的1%A醇 但是呢同樣是搭配生態啊 跟維他命C1來強化抗老的效果 它的質地呢跟0.3%一樣都是柔滑的乳液很好使用 官方實證的數據也發現啊 它對於細紋的效果是最快最有感的 號稱14天就可以減少啊 32%的紋路 那三款質地呢我也在這邊一次展示給大家看 這一款呢官方就有直接建議了 你在化妝水之後啊先上你的其他的保濕精華啊 像我就是使用保拉的這個抗氧化精華先當作打底 然後呢再擦一層它最後呢再擦這個保濕的乳液 這一款呢也是有適緩的技術 可以讓A醇啊慢慢的釋放在你的皮膚裡 然後不會呢一下子太刺激 不過呢老實說這一款真的是我最近才剛接觸到的 就是我還在那種三天用一次的測試階段 所以可能沒辦法給大家很深入的心得 可是呢照理來說它是濃度最高的 它應該是抗勞效果要是最猛的 那根據官方的說法呢這款1%的呢 你就要避開眼周喔跟嘴角了 所以大家呢要注意一下使用方法 那這三款精華呢它都是沒有添加人工香料啊 然後色素或者是酒精 所以你使用的時候聞到的味道就是它成分的味道 那我自己用起來我覺得入門款的沒有什麼味道 然後呢進階款的有一點點淡淡的味道 然後高階版的還真的就是比較有明顯那個成分的味道 可是我覺得這樣很好 因為呢很多品牌都會想說要壓掉那個成分的味道 加了一大堆香料 然後有時候那些香味也不是你喜歡的 然後反而造成你的皮膚有敏感的情形發生 那保拉這個A唇的味道我覺得其實也不會太難聞 甚至是有一點像某種食物啊食材的味道 那總結來說呢我真的是建議你第一次要嘗試A唇保養的人呢 你還是先從低濃度啊然後入門款的開始 讓皮膚慢慢的適應 因為我覺得你可以就是好好的適應它 然後呢能持之以恆的使用是最重要的 你不要就是一次就想要打boss然後跳擊 結果呢用到皮膚脫皮紅腫又休息了好幾天 然後呢就擺在那邊忘記又過期了 就很浪費 所以呢還是先從慢慢慢慢的這樣子開始 然後開始去習慣它 所以簡單來說A唇這個成分就是可以幫助你的皮膚變成細緻啊 然後細紋比較減少 然後毛孔呢比較縮小一點點 然後甚至是呢我覺得皮膚有比較均勻透亮的感覺 還蠻推薦大家可以試看看的 那另外呢也有人詢問啊像我之前推薦的這個 保拉申選的2%水洋酸精華 可不可以跟這個A唇並用 其實保拉拉他們官網都會有那種保養的建議 它裡面都寫的超清楚 我很喜歡去看他們的那個教學 然後跟那個整個保養步驟的說明 那根據他們官方說法呢 你是可以在化妝水之後呢 擦這個2%水洋酸 然後再擦A唇是OK的 但是對我來說我自己覺得說 欸也沒有必要這麼著急啦 我的話呢我就會 例如說我正在嘗試中濃度的A唇 那我中間休息的天數 我就可以偶爾用一下這個2%水洋酸精華 就是可以讓他們這個各司其職 然後我自己也可以固定說 例如說我禮拜幾幾幾擦什麼 禮拜幾要擦什麼這樣子 我覺得就會還蠻規律的很好記 因為2%水洋酸它是可以去除你的老肺角質嘛 所以呢也可以讓後續的A唇吸收度更好 然後更有它的效用 所以呢他們呢是可以相輔相成的 那不管你是怎麼樣的搭配啊 進階的入門的啊 低濃度高濃度啊 有用水洋酸沒用水洋酸 都一定建議你白天還是一樣要清防曬喔 這是必備的喔 那順便呢也跟大家分享這個2%水洋酸精華 它最近出了可愛的節慶版包裝 這個包裝呢你就可以直接 欸把它來當刷劇頭 甚至是呢我發現啊 它拿來裝眼鏡也很適合欸 你整個眼鏡裝進去哇 很耐壓欸 因為這個是還蠻扎實的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分享 希望大家覺得實用 那如果呢你對A唇有什麼樣的保養的看法 或者是你自己的皮膚耐受度怎麼樣 心得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給更多人一些訊息 不過呢我真的覺得 每一個人的皮膚啊會 耐受度差很多 就像欸常常啊我姐都是可以直接那種 抹那種最高濃度 所有都弄最濃的 它皮就不會有任何一丁點泛紅或脫皮 可是呢我有時候就是 只用個低濃度的 我就開始脫皮 所以真的每個人反應都不一樣 你不去真的測試 你就不知道你到底可不可以 所以無論如何呢還是建議大家 先從低濃度的慢慢去嘗試 其實是一個最棒的方法 那以上呢是今天分享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